晚上欢迎准时锁定今晚1800年代晚报 我是高文英 各位观众我们了解救灾比救责还重要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天佑台湾 天佑台湾 我们表达哀痛 不过我们要问不在伤口上撒盐 到目前为止高雄昨天发生的大爆炸 到此时此刻搜救行动仍然继续进行当中 当务之急是我们要了解是什么原因 才会有办法接下来第一个进行预防 再来现在展开此时此刻的搜救 昨天我们看到这个大爆炸 在高雄地区的凯旋三路 这个是我们的宝岛 这是南台湾 这是高雄炸出了一条红沟 所有的车子几乎已经完全掉落在红沟当中 还有消防车是要去救援的 结果消防车搬落在这个红沟当中 我们来看看 仔细再来看这些车子 所有的车子完全掉落进去 所有的人立刻现场投入救援 这个是我们的宝岛 台湾在高雄 看到所有的车子 当车主看到自己的爱车 这小黄掉落的时候 当时赶快扣119立刻来进行急救 每个人都要急着逃生 这个人立刻跨过红沟 因为他必须要回到他的家 他的家就在另外一头 哪个单位究竟该负责呢 昨天晚间八点的时候 我们看到有人报案了 到晚间十一点都说的时候 爆炸声响 一声接一声的响 这昨天惊险一瞬间的情况 后来爆炸过后 这样的画面出现了 白天空拍的画面 一条红沟就在整个高雄的凯旋三路上 我们来看我们的江仪化 行政院长江仪化 他在一点半的时候到高雄看灾 灾民哭诉说怎么办 我的房子没了 这是我的心血结晶 这是我的家 好我们再来看看 甚至在今天还看到 在火锅店 火锅店的一楼到三楼 这个窗户几乎已经全部都被炸碎了 一楼到三楼几乎全部都被炸碎了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要寻找他的亲人 他问他的小姑在哪 小姑的儿子在哪 他要赶快找他们 请大家协助来搜寻 我们来看 可是怎么会有人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呢 管闭林在脸书上留言了 可是怎么会这个名义代表 在后面写了两个字 哈哈 怎么回事 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讲崩梁话呢 当然 这个当事人他立刻的紧急道歉 他说他深感抱歉 不过很多人真的是虚声连连 昨天真的连逃命都来不及了 昨天深夜有人拿着门板 就立刻的展开救援 大家几乎都是徒手救援的 我们看到消防人员真的是一刻都不敢松懈 赶快看到人立刻上权去抢救 所有的仪器几乎已经全部都出动了 像这样的画面几乎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对于这个三岁的小女孩来讲 这个三岁的小女孩问他爸爸妈妈说 怎么了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爆炸 我们来看 事实上昨天晚间八点的时候 有人已经报案了 今天两则新闻重点一起来看看 中游该负责吗 中石化该负责吗 华运该负责吗 李长任化工该负责吗 还是新高瓦斯应该负责 昨天晚上八点有人反应 可这期间为什么只有消防队出动洒水 为什么不见所谓的化工兵出现 还有经济部到底有没有谢责 高雄市政府是不是难辞其咎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 这样一话 这样一话昨天没有睡觉 他进驻了灾害疫苗中心 但我们希望的是 你的进驻是有效进驻 他今天宣布在八月五号 八月六号 八月七号这三天 要这样半期来致哀 马总统我今天讲说 全力协助天佑台湾 但我们要问 全民要问的是 我们踩的脚底下 到底埋了什么管线 政府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吗 在今天我们有完整报道 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 这个不是电影情节 这个是真实世界 很多人说 这个情况很像是战争过后的情况 这是惊险一瞬间 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发生在我们的宝岛 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家 南台湾 高雄 当高雄前镇 昨天晚间发生这么严重气暴的时候 很多民众立刻拿手机 拿行车记录器 记录下这个惊险一瞬间 巨大的爆炸声响 真的 这个画面 这个声音 亲人 让人胆战心惊 这个街头很像是灾难片 甚至有民众开车 在路上等红灯 下一秒钟 前方的街口就发生了大爆炸 还有人他是在骑楼下讲话聊天的 没有想到瞬间被炸飞 午夜十二点 原本平静的高雄三多路口 仔细看爆炸前一刻 还有两个人在骑楼讲话 但随着爆炸瞬间 人就被炸飞 也有民众站在高楼 路下恶生路 惊爆一瞬 火光炸现宛如灾难片现场 民众吓到惊声尖叫 瞬间街头 黑压压 午夜接近十二点 高雄从三多路 二胜路及一星路 陆续发生大爆炸 包括凯旋路及中山三路 同样都传气爆声响 一个晚上高雄前阵 轰隆隆雨片 根本分不清 气爆现场从哪里开始蔓延 爆炸过后 伴随熊熊烈焰 民众用手机 录下惊险过程 惊呼根本无法入眠 最严重的那边 我天啊 那谁睡得着啊 记者综合报道 各位观众 冲丝波姐 因为政府到目前为止 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没有告诉我们 到底是为什么 各单位现在开始来催测 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剃图 这个地图在T字形 框起来的这个部分 是昨天晚间 发生气爆的地点 第一爆 第二爆 第三爆 都是在这个地方 包含了凯旋二路 三多一路 二胜路跟明泉二路 一星路 还有瑞龙路 在这个地方 现在都已经是完全封锁了 来我们来看蓝色的部分 蓝色的部分是金行 这两天立刻进行疏散 也就是所谓的疏散点 蓝色的部分 红色的部分是目前灾情的位置 也就是现在这个T字部位 框出来的部分 到目前为止 这个地方辐射性的扩散爆炸 至少有13处 至少有13个地方 我们要告诉大家 目前需要避难的区域 其实这么多 这么多 我们来看这个三多路 成大壕沟 这个部分爆炸发生完之后 出现了一个大壕沟 在现场我们大家看 这个是满目疮痍 这个很像是战争过后的景象 很多人说 好像电影情节 不过这个是真实事件 好我们再来看 这个水沟盖 水沟盖也爆炸了 消防车是要紧急救援的 没有想到消防车搬落了 甚至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一名里长 因此而死亡 这个是在整个 所有地图的部分 同时我们告诉大家 这整个区块 现在都还在进行抢救当中 昨天 昨天晚上的11点多 整个灾害灾难发生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现在包含了高雄前镇的林亚区 发生今天气暴之后 半围3到6公里 造成了25人死亡 267人受伤 现在还有两个人是失踪的 凌晨一点的时候 包含了指挥官 他是经济部长张家柱 他已经进驻了灾害应变中心 各位 目前初步认定 可能是丙烯泄漏 可能是丙烯泄漏 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 什么是丙烯 还有在高雄 因为发生的点是在高雄 高雄市长陈局坐镇 他告诉大家 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 这样一话 这样一话昨天晚上没有睡觉 他在昨天的凌晨 他就进驻了灾害应变中心 同时今天宣布了 在8月5号 6号 7号 全国要这样办起来致哀 而就与马总统告诉大家 全力协助 同时 天有台湾 但是这个灾害 这个灾情传出来之后 这个画面映入眼帘 大家感到触目惊心 我们一个一个地点来看 首先来看这个一星路 一星路 这张照片 这是马路 平常这个是平坦的马路 现在马路暴力了这么一个大鸿沟 暴力了一公里左右 而且造成了公园 整个完全的陷落 还有这是正兴医院 当时立刻在第一时间 紧急进行撤离 来 这个是二胜路 二胜路的部分 现在怪手持续的在开挖当中 惊见了血水 发现这个地方有人 在昨天深夜 这个地方是惊天大火 大家形容这个画面是惊天大火 在昨天深夜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国军这个部分 也立刻投入来进行救援 同时他们投入了2400人 国军有1400名的兵力 来投入整个救灾行动 包含在三多路的部分 我们来看看 这是在派出所对面 小轿车炸上了三楼高 小轿车立刻往上背奔三楼高 民众立刻帮忙抢救 这个是三性加伤的前面 是满目疮痍的 立刻消防队员立刻扑面火事 这是在三多路 接下来往下走 我们来看凯旋路 凯旋路是整排车子 几乎都被炸毁了 远景是被炸伤天的 他余悸游存 还有民众冒险穿越 因为他必须要回家 大力加油站这个油槽过热 恐怕现在已经被点名说 他恐怕也会有爆炸的危机 跟可能性 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高雄市政府的 捐款账户已经出来了 包含高雄银行的公库部 高雄市政府跟社会的救助金专户 这是账号 这个是指定的专款 整个的气泡事件 所有来自全台各地的物资 现在不断的涌入 接下来这则报道 从昨天深夜到今天白天 我们一起来看 沿着空拍镜头 由上往下俯瞰 就像是电影情节一般 画面让人看了 触目惊心 在凯学三路上面 不只有名宅 就连租车公司也遭殃 车子遭炸毁 横躺一地 就连两层楼高的请聚店 也是一片狼藉 原本绿色的招牌 呈现较黑状态 铁皮屋顶也全都凹下去 转个弯来到三多一路上 气泡威力实在太强大 原本在路面上的机车 弹飞到三层楼的屋顶上 另一头来到三多二路上 路面也是满目疮痍 不止泥土覆盖超过一半的道路 地底水管被炸毁在凹陷的路面上 形成一条小河 拉近一点看 就连路灯也被炸挖 一楼房屋招牌也是几乎全尾 救灾用的消防车 直接倒在路边的七楼下 一号凌晨 高雄市发生重大的气泡意外 范围绵延三平方公里这么多 从一星一路到二胜一路 再到凯旋三路 再到三多二路 再外围一点 到了五泉路跟明泉二路 都是爆炸的危险区域 爆炸威力有多强大 看到这民宅受创有多么严重 就知道因为宛如废墟 到底要怎么收拾善后 真的让当地居民好头痛 记者综合不到 到目前为止 整起的气暴事件 造成了25人死亡 两个人失联 现在搜救犬也加入了搜救 在高雄的二胜路跟凯旋路口 目前的最新的搜救跟救援情况 我们林宪记者李美轩 美轩 好的 主播各位观众 我们持续为您守候 在高雄的凯旋山路 在我后方您看到了 这个怪手 持续的是在开挖搜救当中 因为在今天的下午 大约是一点半左右 这个搜救人员 是用生命探测影像仪器 是观测到了 疑似有两张人脸这样子的影像 所以当时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大家相当振奋 大家是立刻先用徒手的方式 来做开挖 但是由于这个底下 有非常非常多 这个大型的石板开挖 相当不容易 所以之后现在我们看到了 是用怪手的方式来做开挖 而且就在刚刚稍稍 大约是五点钟的时候 还是有两具怪手 同时一起在这个大石坑下面 来做开挖 因为传出在这个土石堆底下 有可能还有两位民众 被埋在底下 所以说对于 我们一整个下午观察到 他们都是相当相当的认真 很努力的在做抢救 不放弃任何一丝丝的希望 因为稍后可能天色就要按下来 所以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天黑之前 赶快加紧的来赶进度 而除了在这里之外 我们另外来看一下 在街的右边这一侧 这边是有一个消防车 是整个横躺在这边 后面您看到了 也是有一大一小的怪手 都在持续开挖 因为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当这个搜救人员 他们观测到了 有人脸的影像出现之后 他们也派出了搜救犬 搜救犬一来到现场的时候 也看到了搜救犬 不断的在这边发出叫声 所以疑似也可能有生还者 还在底下 现在搜救持续进行当中 大家都希望 稍后能够有好消息传出来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主播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 25人死亡 昨天晚间8点 各位观众 昨天晚间8点 已经有当地的民众 绝对不对劲 所以他们打给中油了 打给瓦斯公司了 打给市民热线了 可是三个单位 没有人处理 这三个单位 没有人处理 一直到晚间11点的时候 深夜发生了 不幸的爆炸意外事件 在当时只有消防人员 到现场来进行洒水的抢救 这是消防队 可是应该是化学兵出动 在这个期间 经济部做了什么 高雄市政府做了什么 瓦斯公司做了什么 这起的气暴事件 能不能够 如果说昨天晚间8点 有人打电话 整个悲剧 能不能够预防 避免不要发生 25人死亡 267人受伤 8月5号连三天 全台要降半期三天 这个女童她三岁 她三岁 她问她的爸爸妈妈说 怎么了 怎么了 因为她气暴之后 她被剥离 刺胸 她缝了六针 她说 她的房子因此而倒了 刚连线记者告诉大家 整个搜救行动 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所有的相关仪器 都已经出动了 甚至重机也开挖了 他们是依照血水 这个地方有血水冒出 赶快在这个地方的 持续救援 赶快拿竹竿来打捞 甚至有很多人 都加入整个的救灾行列 来我们看到中间这个画面 当时对这个老部人来说 真的是惊险一瞬间 她的家人说 赶快救我妈妈 我的妈妈跌倒了 她的女儿大声呼救 因为她的妈妈距离这个大火 短短就这么短的距离 救出来的时候 肌肉已经腿软了 还有我们来看 这个勇敢的老板 有太多太多 类似热心人士 不断的出现 她看到上面 有人需要被搜救 赶快立刻的伸出援手 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部分 这是拉面店的老板跟妻儿 很多人在这个爆炸意外事件 她的亲人 在一夕之间都没了 几乎都已经走了 好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陈菊 陈菊跟江仪化今天到现场 可是大家在问的是 为什么 今天江仪化告诉大家 8月5号我们要这样半期三天 但今天我们需要政府来告诉大家 第一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发生气暴 第二个 接下来这个气暴事件 能不能够预防 这是当务之急 看到面目全非的凯旋路 江仪化眉头越皱越紧 南下看灾 频频询问指挥官搜救进度 陈菊杨秋新就陪在一旁 江奎不忘仔细叮咛 一个是水电 一个是看他的心理障碍 如果他还是惊恐 不敢回去住的话 就暂时拿来先住 走向安置所 江奎直接和灾民洗地而坐 了解大家需求 但一看到院长要来 民众憋在心里的恐惧和怒气 全都大爆发 四点 四点五秒 昨天都看本公公 我睡 都能不能睡不着 对对因为我这个胆子 是飞掉了 飞掉了 因为你看那个现场 都恐怖 短期间我现在是要怎么办 如果说屋子真的 被震败很有可能性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 我们的目击是来帮忙做一下 他哪时候可以进去 不要怪我 因为我这个东西 已经没有屋可以住了 是 对不对 金融之鸟 你遇到我的心情 你心情也这样 对对对 是不是这样 当然 我很生气 对不对 不知道我晚上 安排到哪里住 还不晓得 对不对 我今天晚上 你看叫我们收背包 等五三点 三点钟 要把他们排到哪里 你要安排地方给我们住 不要像难免一样 民众与气战斗 抱怨高雄市政府 江奎放低姿态 耐心聆听 一连走访灾区 安置所和医院 面对死伤惨重的大气暴 江奎也决定 全国降旦旗 哀悼三天 的星期二三四三天 也就是八月五号 六号七号 大概可以涵盖了 三个灾难的二期 跟这次灾难 往生者的投机 台湾接连遭受重大 死伤意外 江奎正在第一线 亲自指导行政系统 要稳定军心 也要安慰灾民的心 记得中文报道 救灾比救责重要 大家了解 可是我们要知道的是 到底在昨天 这三个小时 八点有人打电话 报警说不对劲 到十一点 发生气暴 这三个小时 黄金的救援时间 到底我们的政府 做了什么 来我们看看 我们的政府 是不是完全错失了 黄金防灾的三个小时 昨天晚间八点的时候 民众闻到这个瓦斯味 一直到气暴之间 三到四个小时 怎么会侦测不到源头 这一点让大家 实在是没有办法接受 专家怎么讲 香港理工大学的工程师 他说 这个气体管线 是有压力表 可以监控的 如果说有泄漏气 压是会骤降的 如果按照这个道理 跟原理的话 那你可以查出 整个泄漏的位置 可是各位 昨天八点 民众报案了 民众释出求救的讯息了 整整三到四个小时 没有任何一个相关单位 着手去查 我们了解 救灾会比救责重要 可是昨天 如果有单位去查 是不是可以避免 这25个人宝贵性命 来避免他们的伤亡 我们来看 整个外泄到现在 政府的动作够快吗 昨天八点四十分的时候 消防局接获献报 说在凯旋三路 瓦斯外泄了 后来在晚间 快十二点的时候 就开始发生 多起的爆炸火灾 一直到凌晨的时候 高雄市成立了 灾害应变中心 消防局长 立刻来指挥 一直到凌晨一点的时候 内政部成立了 中央灾害应变中心 包含内政部长 陈卫仁 经济部长 张家柱也进驻了 凌晨两点的时候 江一话出现了 他进驻来坐镇指挥 一直到今天清晨六点的时候 经济部长张家柱 告诉大家的讯息是说 整个新高瓦斯 没有管线爆炸 他说新高瓦斯 没有问题 还有两万多户 现在要停工瓦斯器 一万多户 现在停电 以及三处的中油加油站 是停业的 大家在讲 今天经济部长出来 不是要告诉 除了告诉大家 这些资讯之外 你还要告诉大家 为什么 是什么原因 能不能够预防 可是我们告诉大家 高雄市的部分 怎么回事 他告诉马总统说 可能是经济部的配管不当 而且不顾市民的安全 马总统的回应是说 会请相关单位 来做进一步的检讨 但是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明确的告诉大家 究竟为什么 我们非常不希望的是看到 接下来要告诉大家的 也就是民意代表 没有任何的贡献 但是在这个时候 讲风凉话 我们来看 有民意代表 在脸书上写说 以为是打雷 后来原来是爆炸 OK这个还没有关系 他只是 把他当时看到的写出来 可是高雄市议员 康玉成的回应 竟然在下面留言说 哈哈 两个字 25人死亡 25人死亡 网友说 请问爆炸案好笑吗 现在网友开始 对这个民意代表怒劈 现在我们看到 双北的市长 展开了即刻救援 包含台北市长郝龙斌 现在在七夕大道城的烟火 取消了 他派遣了消防卫生人员 立刻南下 同时每位罹难者 捐款20万 朱立伦这方面是 三重的花火节的活动停办了 要全力的提供 人力跟机械来协助 同时全面安检 新北市的地下管线 我们要问 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 到底祸首是谁 这非常重要 可能这就是原因 祸首是谁 谁在说谎 如果先说凶手不是我的话 那是不是整个事情 又开始在推 包含中游是中游吗 是中石化吗 是新高瓦斯吗 是李长荣化工吗 还是化工华育呢 因为他们可能在 运输原料的时候 出了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看 到底是哪个单位出问题 到目前为止 我们仍然没有办法 确定泄漏的原因 这时候是早上六点钟 距离高雄大气暴 已经超过六小时 各地还在忙着抢救伤患 连城局都急得哽咽 汉马总统视讯连线 报告灾情 陈局却当面告狱状 要经济部别再来埋 管线了 应该注意考虑高雄市民的安全 避免这样的事件在发生 我们如果不到二十年 就发生一次 就发生这么大的灾难 那我觉得对高雄市 这是非常严重 对于未来高雄市区内的 质化气体或者其他的管线的安排 我们会请经济部 来做进一步的了解跟检讨 就则陈局直指 经济部工业管线该检讨 免得老师埋在市区人心惶惶 但经济部却说原因还要长 包括这个管线 到底是属于谁的管线 是这个管理的权责 以及刚才我报告的 这个气体的确认 都要今天进一步的管线的单位 去会看一起会看 才能够做最后的确认 已经满目创仪的道路下 原本有着密密麻麻的管线 是谁照获各单位互提皮球 政府部门却也说不清楚 责任归属还是谜团 记得综合报导 很多第一线的救灾 人员因此而罹难 我们来看 其中这是林雅消防班队的 小队长黄国栋 当场他被炸杯 送医急救 无效死亡 家属赶到医院哭断肠 慈激志工 祝念团一边安慰家属 一边念佛号 希望王者安息 高雄林雅消防分队小队长 黄国栋的同事 也拿来他生前穿的衣服 要帮他完成后事 黄国栋伤势严重 医疗团队抢救无效死亡 可能是中午一个压伤 包括碎掉的一个瓦片 甚至爆炸当时的一个冲击 而行政院中委员杨秋新 也赶来探视 他眉头深锁 跟着慈激志工一起助念 平常一起执勤的救护车 如今是载送黄国栋 小队长来到殡仪馆 他的妻子早已哭干眼泪 全身瘫软 需要人搀扶才能走路 而小队长黄国栋 现年46岁 育有一名10岁的独子 而他本人也是独子 家属相当爱奇 黄国栋去年才从前镇区 调来临雅区 带领打火弟兄要控制现场 不料突然发生大爆炸 瞬间就天人永隔 记者南部综合报道 在死伤的名单当中 消防员的名字出现在其中 包含着任职 成功消防分队的队员王忠 他出行之前打电话给他的太太 他说直完班要带全家出游 没有想到竟然不幸在救灾当中 遇上气爆罹难 家人回到现场招魂 看着宛如被炮轰过后的现场 亲友痛到眼泪掉个不停 对着满目疮痍的气爆现场 神圣呼唤 告诉丈夫任务结束了 不幸罹难的成功消防分队 队员王忠的妻子 一边喊着老公的名字 让他放心别担心 多年的夫妻情深 却因为气爆划下休止符 妻子捧着王忠的牌位 双眼盯着夺走丈夫生命的地方 但脑海里却是盘旋不去的幸福回忆 王忠的妻子想强忍悲伤 但泪水却怎么也无法停止 哭到全身颤抖 因为他原本期待 丈夫完成任务就能全家出游 没想到一场气爆毁了一切 成功分队长率对韩孔令 向王忠至上最深最沉重的敬意 虽然大家表面坚强 但内心仍然无法接受王忠骤然离世 常忍的泪水最终还是溃蹄 昔日队员各个气不成声 昨天他参与的这件气爆 他也跟平常一样 很认真在前面 然后不幸遇到这件事情 兄弟都非常的遗憾 我们只能祝他 希望他一路好走 我们会把未完成的工作 继续把他完成 把他做好 王忠今年50岁和妻子育有良女 一家四口住在屏东潮州 原本是职业军人 退伍后1983年考上消防员 投入救灾救难行列 总是站在第一线应有救人 原本明年就要申请退休 带着老婆孩子共享天伦 没想到遭逢气爆劫难 留下最爱的家人 虽然第一时间 面对丈夫的遗体 王忠妻子低调表示 身为消防员的太太 随时都有做好心理准备 但眼泪依旧不停使唤 渗然而下 最深爱的丈夫 尽葬身在他最熟悉 最热爱的抢救现场 从此只能在梦里 回闻父亲之间的间谍请深 记者的高手 综合报道 我们今天要问 我们要问 到底架成这样 这个原因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东西 因此而爆炸 是乙烯吗 是丙烯吗 还有是谁的管线 爆裂了 是融化吗 是中石化吗 还是中油吗 什么是丙烯 来我们来看 丙烯是什么 丙烯这边事实上初步研判 乙烯跟丙烯外泄 乙烯跟丙烯是石油跟天然气 提炼过后之后的 这个不产物 它是作为工业原料 而且这个东西 很容易的就一下毅燃 因为它的挥巴性很高 同时告诉大家 谁知道我们的脚底下 埋了什么管线 谁来掌控 谁来监督丙烯哦 丙烯一次遇到轻微的火花 就会爆哦 这是丙烯 好 我们告诉大家是这个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是哪一个单位 是李长荣化工吗 是中石化吗 是中油公司吗 还是华运仓储呢 到底是哪一些单位呢 因为现在好像每一个单位都说 不是我不是我 您所看到这一张板子 是每一个单位的回应跟说法 我们从高雄市来看 高雄市的副市长李永德 他说他清查了这三家公司的运作了 中油中石化是在这个区域 油气管总开关之后 他们查过没有任何的异常 他们觉得应该是李长荣化工的嫌疑最大 再来这是高雄市的劳工局 他说昨天晚间的八点四日班司到九点的时候 输送的丙烯油管有异常的减压 这个油管是通到哪里 通到李长荣公司 所以他们也怀疑是李长荣化工 应该是跟这个华运仓储的运输疏 所导致的 这是高雄市劳工局 那这些单位有没有回应 有我们来看这是荣化的发言人潘立林 他说本公司现在的管线是四寸管 可是这一次爆裂的是八寸管 所以跟荣化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立刻就发出了这个澄清跟声明稿 接下来这也是两部分的声明稿 立刻他们也发出这是中石化 中石化的新闻稿 他说截至凌晨三点为止 输送丙烯的管线压力都是正常的 没有下降的疑虑 发声泄漏的管线并不是中石化所有 这个是中石化的新闻稿 而李长荣也发出了新闻稿 李长荣意思是说 地下管线外观都是属于很完整的 丙烯是无气味的 这跟民众闻到的瓦斯味是不一样的 发声气暴的点跟他们的地下管线 距离十米以上 所以他们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 每一个单位都说没有问题 那经济部要不要站出来 告诉大家是哪一个问题 原因是不是要告诉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经济部怎么讲 经济部的意思是说 泄漏的气体出办不是瓦斯 确定是乙烯 可能是乙烯跟丙烯 可是还没有确定 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确定 只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再做进一步的确认 今天大家在讲 这个声浪已经传出来了 如果每一个单位都说 这不是我做的 那为什么整条路都炸掉了 我家的管线难道还完整的八卦 难道是阿飘炸的吗 这是不平的声浪 目前已经传出来了 到底是李长荣化工 还是中石化 还是中油公司 还是华运仓储 我们一起来看 对这个事件的发生 表达这个遗憾 高雄气暴事件 所有矛头都指向李长荣化工 华运仓储输送丙烯给李长荣的厂区 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丙烯的管线流量 有发生异常 负责检查的公司华运 有进行检查 根据李长荣提供的事发现场照片 可以看到爆炸的管线是八寸 但李长荣的管线是四寸 两条管线分别位在马路两侧 相距十公尺以上 但李长荣的声明稿却是疑点重重 资料中显示八点四十九分时 发现丙烯管线流量异常 十点多又发现送料不顺 也让外界质疑两次异常 是不是有出现外泄状况 所有李长荣四寸管线 无明显的破损 你们家的丙烯有没有外泄的状况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是配合 高雄市政府在做厘清 回答问题必重就轻 只强调管线外观完整 却不愿厘清丙烯是否外泄 就是李长荣他如果拥有这个管线 应该基本上由他们来做管理跟维护 华运仓储为了自轻 特地开放高雄厂区给媒体拍摄 其实事发不久后 中游就说是华运到李长荣之间的管线 有状况 连高雄市府都说李长荣嫌疑最大 华运也表示那一区是属于 李长荣的管辖范围 只不过始作俑者还没查出来 反倒是被牵扯到的公司 已经忙着互推责任 记者简单书林小凡 卢俊敏许荣家 台北高雄采访报导 天佑台湾 我们要回到事发现场 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这个照片 这是我们的宝岛 这是南台湾高雄 25个人死亡 267人受伤 惊爆高雄 可能是因为丙息大外泄 很多人看到这个画面跟场面的时候 流下眼泪 瞒目疮痍 触目惊心 这是我们的宝岛 南台湾高雄 我们来看 爆炸发生之后 这小轿车炸飞了 炸飞到三层楼 刚好这个住宅就是123 三层楼这么高 小轿车立刻直冲到三楼的楼顶 可见当时的爆炸威力有多么的惊恐 再来看三性加伤 这是三性加伤对面 机车也是一样 爆炸一瞬间 机车立刻炸飞到三楼 你就知道这个爆炸实在有多惊人 正兴医院 正兴医院在当时事发的时候 你看到好多人立刻出面的抢救 这个怀孕的孕妇 她挺着大肚子 旁边人赶快扶着她离开这个医院 回到事发现场 爆炸严重的路段 之一三多路长达500公尺的道路 被炸到像是废墟一样 不只是柏油路 整条都被炸开掀起了 这碎裂的大石块 更是喷飞到住户的屋顶 一起来看 车辆在马路上行驶 突然间爆炸四起 烟雾弥漫 三多一路上沿线的三性加伤 一旁监视器画面 捕捉到校外马路上的恐怖瞬间 校内也是惨不忍睹 昨天晚上11点55分开始爆 是从靠近这个地方一路的爆 爆到这个地方算是第三或是第四个爆炸点 一旁民宅还有店家招牌都被这气爆波及 整条马路上的轿车机车翻的翻倒的倒 原本的路面已经不见了 里面全部都像是坑洞一样 好像是原本就是空的 搂落出来的钢筋石块全部翻上来 猛烈的气爆威力不只把路面给掀起 还有汽车和机车更是喷飞到三楼高的屋顶 甚至还有石块从被炸开的屋顶砸进屋内 当时正在煮东西的住户 差点就没命 场面令人触目惊心 是从这里走进来 从这个木杏楼 外面大路都捆一样 爆炸严重的路段之一 三多路现场满目疮痍 搜救人员围起封锁线 持续搜索 就怕还有任何受困者 那里的全都摆了 整个都会都会 一直做一直做 我既然不知道怎么处理 真的吓坏了 整个爆炸声响没停过 你看自己的家园变成这副模样 对居民来说 恐怕是这辈子难以磨灭的恐怖记忆 记者纵族报道 这是昨天爆炸的画面 惊险一瞬间 几乎是烈焰重天 昨天深夜的画面 很多人看到这景象吓坏了 后来在爆炸之后 架出了一整条的鸿沟 这是高雄一整条的鸿沟 这么多人 不晓得还有多少人在这个地方 搜救行动还持续的在进行当中 白天的时候再回到这个事发现场 满目疮痍 看起来很像是战争过后 凯旋路跟二胜路口 几乎是一片狼藉的 搜救人员在瓦砾堆当中 不断的搜索 只想确认 有没有生还者压在这个瓦砾堆下 气泡现场消防车被炸翻 路边停靠的汽机车 也都遭到此余之殃 烧道只剩下支架残破不堪 好 这个地方呢 现在可以看得到 完全呢就是一片残破 那么有这个小客车呢 是直接被震落到大概是有三到五公尺深的这个深沟当中 而这个地方呢就是气泡的现场 周边的骑楼店家烧得焦黑 玻璃门窗全部震碎 看到没有 连这个地方这个印表机呢都被当时的高温都给溶解了 您就可以想象当时的气泡威力到底有多大 看到自己平常生活的家园一夕之间毁于一旦 父亲住户受访时雨带哽咽 听得出来他们的心有多痛 这场爆炸所造成的损失难以估计 也让不少高雄人的心宛如刀割一样 痛苦难过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想知道的是我们的脚底下踩的到底是埋子什么的管线 这地下管线的气泡到底是什么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政府应该要给的答案 到目前为止不能够互踢皮球 也不能够再官僚 我们看到害死了四个警消队一个里长 我们需要整个的真相 而且要尽速的告诉大家真相 以及我们现在搜救行动持续的进行在等待奇迹 起爆点现在出现了两个生命迹象 目前正在全力的开挖抢救当中 今天为止我们在高雄 我们有相当多最新的讯息 稍后来 天佑台湾 今天凌晨在两点左右 我们听到轰的一声巨响 昨天深夜一声爆炸 一股热气伴随着火光而来 我们看到整条路几乎都是逃命人 这是在高雄 这是我们的报道 我们一起来看看整个搜救的情况 我们有完整报道 非常遗憾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是官僚 到目前为止夺走了25条人命当中 害死了四个警销跟一个里长 现在全民要的是真相 同时能不能够避免跟预防 我们来看看这个里长 这个里长他是在昨天深夜的时候 他在凯旋路跟二胜路 他在了解气爆 11点的时候他拿水给消防人员喝 在凌晨的时候发生了爆炸 当时他失踪了 一直到今天上午的时候 在凯旋三路动用了生命探测仪 跟大型机具去寻找 但是没有找到他 一直到11点的时候 证实不幸临难 他的遗体是在一大医院被发现的 到目前为止紧一销 一共夺走了紧一销 四个人死亡 23个人因此而受伤 接下来这一刻 我们一起来看看 到目前为止不幸临难的包含 黄国栋 他是凌亚消防分队的小队长 平洞人46岁已婚 他是家里面的独子 他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 他去年才刚刚升小队长的 他才转掉这个凌亚分队 另外一个是王忠 他是成功分队的消防队员 他是在12点的时候 他在消防车的地底下 被找到的50岁 已婚有两个女孩 他是职业军人转消防队员的 两年前他非常辛苦 值班的时候中风 所以他休了半年 他即将在明年才要申请退休 没有想到不幸罹难 紧接着我们再来看看 还有他是黄上强 他是一销总队的部总干事 他是现场的指挥官 因为他是一销 他原本的职业是汽车维修 他当一销奉献了25年了 95年的时候 他还获得一销的楷模 以及他是新兴分队的队员 叫做庄正洁 他也不幸罹难 目前还有两个人是失踪的 一位叫做林基泽 他是消防局的主秘 另外一个是小队长 叫做刘耀文 昨天整个的抢救情况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再看 昨天晚间8点的时候 有人释出了求救的讯息 昨天晚间8点的时候 有人闻到浓浓的瓦斯味 后来里长跟消防员警察 都待在这个漏气处 消防队员在三个小时之内 不停的来来回回 一直洒水一直洒水的 打电话给高雄市的市民博物专线 可是没有回应 当时获得回应是说 已经获得控制了 大队长在现场 我们可以回家睡觉了 没有想到突如其来 开始一连串的爆炸声响 大家几乎是徒手救援 警消说我们自己人 我们赶快先救 各位我们要看 昨天晚间8点 有人觉得不对劲 闻到浓浓的瓦斯味 已经开始报警要处理了 为什么相关单位 是不是应该化学兵也要出动 但是完全没有看见 哭到路都走不稳 需要旁人搀扶 气暴罹难者 前主动里长陈静发的太太 怎么都不相信 热心的丈夫只是去送个茶水 却再也回不来 他当时刚好在洗澡 就随便穿一下就出气了 电话过来说 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 我说根本没有处理到 但是把所有的 有气味的东西都关掉 今天根本不会造成这么严重 家属伤心之余 更气市政府事先不听提醒 31号晚间8点多 一鸣一路附近就闻到浓浓意味 陈静发建消防员辛苦执勤 主动帮忙 怎知一个大爆炸 仍旧不知去向 经过搜救还是传出不幸消息 我敢进医院啊 他们就拿来就问我说 他身上习惯性 放很多名片 他说身上有名片 我说对 他说是李春贵 我说对啊 他身上也有名片也有什么 都没有联络 早上还麻烦那么多人 在那边挖 看挖得到尸体挖不到 家属身心俱疲 回到里长办公室 因为气暴停电还没复原 室内昏暗也反映家属心情 一张张包扬奖状和表扬合照 看了更是伤心 三十多年来 这里都是大家欢聚的场地 如今却成了伤心地 邻居李明听到二号 也全都不愿相信 在台北万芳医院担任医师的儿子 匆忙赶回高雄处理后事 难言悲痛 因为再过几天 就是父亲节 此生却是再难和爸爸团圆 好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看看 到底元凶是谁 究竟在高雄的地底下 埋了哪一些的管线 是不是可能也会有所谓的安全疑虑 我们来看 整个高雄的气暴的路线 很像是中游的管线吗 凯旋一路的交叉口 包含凯旋三路 一新路跟三多路 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 这里是南台湾最大的石化的集散地 集散地 我们再把它拉出来 我们把它扩大来看 这个是前阵地图的管线图 这个地方三多 凯旋三跟一新 这个地方是爆炸路线 到底这个是不是中游的管线 这一次被点名的 包含了中游 中石化 新高 华韵 还有融化四寸 融化他们是讲 因为这是说八寸的管线 可能几率比较高 中游 中石化 新高跟华韵 可能就是八寸管线 可是融化是四寸 他们的回应是说四寸 所以他们自己的澄清是说 他们的几率是比较低的 好 这个是他们的回应 但是各位观众 刚刚我们拿到这个最新的讯息 各位观众 我们一起来看 气爆之前 李长荣 丙吸管 每四个小时 一次泄露四寸的气体 来 高雄市环保局的局长 在今天指出 跟气爆地点相关的这个管线 大约有三条 一条是到这个中石化的丙吸管 另外一条是到李长荣的乙吸管 还有一条则是华韵仓储到李长荣 这个地方的丙吸管 可是前两条昨天都没有使用 现在只有这个华韵李长荣的丙吸管 是有疑似外泄的情况 可是我们看到李长荣 今天是有出来召开记者会 做澄清的 他们也秀了一个图给大家看 说那个味道并不是昨天 民众闻到的那种浓浓的瓦斯味 但是我们要注重的是专家讲什么 这个人他是专家 他在脸书上叛气 他说他觉得这个气爆到底为什么会发生 他认为这个可燃气体跟空气 混合到一定的比例才会发生的 八寸管像是被无辜波及的 这不是祸手 他指的暗指是融化吗 他讲这个人脸书是谁 我们来看这个人是谁 他是翟本桥 翟本桥是台湾第一位的跳级生 他曾经过去是一个研究员 现在大家在仰赖他的专长 如果他今天讲出来说 他疑似认为暗指到底是不是融化 但我们再回过头来 今天被点名的这么多的单位当中 每一个都立刻要不就发声明稿 要不就开记者会说不是我 因为现在可能都是八寸管 疑似的几率最高 那融化就说不是我四寸 所以我是完整的 这是不是一个谢责 回过头来我们来看看 现在这个整个车子已经炸飞到三层楼这么高 民众的损失谁来不 以三多一路来讲 这整条街都已经爆了 好 再来看一新路的部分 整条道路都已经全毁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画面 三层楼的住宅 这个车子要不就是飞奔到三层楼 要不就是往下线 车飞三层楼高 这租车街 整条是租车街 这么多的车子都被压坏了 叶泽讲 我一台七十几万 有数十台的车 我的损失千万 要去救灾的消防车辆也因此都搬车了 这是我们看到 这是南台湾高雄 那边其实它不但有天然瓦斯的管线 它还有那个中油的输油管 柯文哲的发言人知名精神科医生潘建志在脸书上po了一篇文章指出 高雄气爆现场附近的地下管线 主要是新高石油器跟中油的输油管 底下还附了一张管线图 把这张地下管线图放大 可以看到红色的细线是新高的管线 比较粗的粉红色线则是中油的输油管 本来高雄市就有一些这种烈油的工厂 高雄市可能是这种情况比较多的地方 如果把管线图跟气爆位置的地图重叠比对 就会发现 在黄色气爆点的附近 其实几乎都是新高的管线 透过比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 高雄市的三名 古山 凤山 林雅 前镇 前金这六区 地下的天然气管线和输油管最为密集 其实这个是政府的资料 我们一般民众平常要去查是不容易的 潘建志呼吁各县市政府都应该公布 天然气 油管这一类的地下管线分布图 毕竟现在发生这么严重的意外 民众有权利知道 自己家的底下到底埋了多少隐藏危机 记者综合不倒 问题是我们的政府没有告诉大家 我们的脚底下踩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管线 我们先来看这一块 今天也传出来在台北市 台北市的松江路 台北市的松江路158号的前面 早上九点的时候也有瓦斯外泄 现在当地在警戒当中 虽然当地说现在还没有查出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是我们要政府告诉大家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才能够预防 来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 再回过来看这个部分 如果说以一般的这个路面来想 这是地下的管线图 地下的管线图零零种种这么多 有包含高压的瓦斯管 还有电话跟通信的网路 还有高低压的电缆 跟家用的瓦斯配管 跟这个自来水的管线 跟雨水管这么多 现在我们就以这个家用的瓦斯配管 它的这个危险度非常高的话 丁碗跟丁碗混合之后 添加了次鼻的臭气 它的这个爆炸威力有多强 我们来讲推力 推力3200公斤的意思是说 以一个男生80公斤来讲 这个爆炸威力跟推力 足以让他飞到五层楼这么高 我们真的不要轻忽 我们来看过去 包含在韩国的大球 造成100多人死亡 他是在1995年4月的时候 因为地铁工程的关系 误触了高压瓦斯管线 波及布进的岭南中学 当时造成200多人受伤 150辆的车子因此而毁损 以及我们来看看台湾 台湾在十几年前 18年前1996年2月的时候 在新北市的板桥的中正路 跟金华街的路口 当时是中游的瓦斯外泄 发生了气爆 那个时候火沿到水沟盖 蔓延了将近19户的民宅 但是昨天在高雄发生的 这个部分是更惨于18年前的 各位在这个部分 如果您现在有手机跟相机 或者是拿纸跟笔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部分 拍下来或记下来 这是逃命武绝 这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的政府目前没有告诉我们 脚底下踩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管线 我们必须要自救 逃命的武绝包含 第一个 我们必须要往通风处跑 分秒必争 往通风破爪 第二个 我们不要搭电梯 或者去动那个开关 第三个 我们必须要远离水沟盖 我们必须要远离水沟盖 第四个 我们离开家的时候 要把你的门窗关闭 因为你回到家的时候 要避免这个气体进入你的家里面 以及第五个 你要拿湿毛巾塞住门窗 塞住我们自己的口鼻 这个是逃命的误诀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记下来 因为我们必须要自救 高雄气暴发生前三个小时 有民众报案 那个时候就闻到浓浓的瓦斯味了 没有相关单位处理 浓浓瓦斯不断从水沟 人孔盖传出 都在前镇区凯旋路与二胜的居民 闻到瓦斯味 晚间八点 消防队接获民众报案 出动超过七个分队 却只是不断洒水降温 有瓦斯味道 所以在这边搜寻 就是没有什么状况 大概四十分钟前 这边突然就爆炸 黄金四个小时过去 最后还是无法找到 泄露源头发生大爆炸 造成数百人伤亡的惨剧 香港一锤电影主持人李慧玲 在节目中强烈质疑 相关单位反映慢半拍 自台湾这单的意外 其实我相信稍后一定要追够一个位 就是说 咦 为什么八点几钟呢 如果有市民闻到气体味 去举报 而搞了四个钟 都没发现到源头 没发现到问题 最后十二点几就爆炸了 香港机械工程学系工程师 卢绝强参与节目讨论时 也直说事情演变成这样 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应该找到的 可能找不到的 一定找到的 卢绝强表示 闻到瓦斯味道后 过了四个小时 还找不到泄露源头 不可接受 因为气体管道 应该有压力表监控气压 如果泄露了 气压会骤降 就可以检查出泄露位置 高雄秉息气体泄露 查不到源头 到底是哪根螺丝松了 有待后续进一步调查 记者综合报道 搜救行动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大家在等待奇迹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 还有两个人是失联的状态 他是消防局的主命林基泽 他是在凯旋三路了解气体外泄 他的工地巡查 爆炸的时候失联了 另外一位 他是消防局的小队长刘耀文 现场抢救爆炸之后失联 现在家属在各大医院 便寻不着他 目前失联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都不能少 搜救行动持续的进行当中 凯旋三路在瓦力堆中 现在传出来两个生命迹象 紧急调用生命探测 以来搜救 现在的探测仪器 不断地在增加数据当中 一次有两个生命体 所有的相关专业人员 全部都出动 因为一个都不能少 高雄气暴 这一夜附近的居民 仿佛经历了生死交关 我只知道他们回店里去说 要擦冰箱的电 忘了擦了这样子 然后回去 然后就没再回来 一大早在残破不堪的 街道家人到处搜寻 经营拉面店的陈小姐 和就读高中的儿子 昨晚出门后却一去不复返 只是没想到家人最后 只等到残酷消息 拉面店老板得知 老婆小孩确定在气暴中丧命 前往殡仪馆认诗时 悲痛欲绝 红色塑胶袋里 装着七小的衣物 一碗痛失最爱的母子两 王先生离去时步履蛮山 得靠着有人搀扶 都走了 一次走两个 天哪 没能等到奇迹出现 毕竟在气暴这一夜 随时都在汗死神搏斗 王师哥再过来啊 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 赶快过来啊 妈妈爬不起来救命 女子高声惊呼 妈妈被压在塌陷的路面下 幸好随后老妇人爬了出来 这场民众赶紧上前蝉扶 他爬不起 在哪里 在下面 在下面 下面 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还没有人 还没有人 众人帮忙将老妇人送上救护车 但无奈的是这一夜 却有很多人没这么幸运 记者综合报道